一期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英雄初少年讲故事环节 那小鹿姐姐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就是天书奇谈 传说呀天宫里藏着一本天书 这个天书呢据说呀记载着108种的各种各样的法术 这个天书呢由一位叫做员工的神仙看管着 如果没有预地的允许谁都不能看 有一天员工就想我看管这本天书已经三千年了 可是从来没有看过 不行今天我得翻开天书看看上面到底写着些什么 于是他就翻开了天书的第一页 纸件上面写着八个字 天道无私流传后世 那员工一想既然说流传后世 为什么预地不让别人看呢 我得找一位凡间的好人 让他能够看到天书 这样呢就能够把里面的法术呀都流传下去了 于是天宫就来到了云梦山 把天书呢刻在了云梦山白云洞的石壁上 员工刚刚刻完就听见天上传来了轰隆 轰隆的雷声 原来呀玉帝生气了 派人来捉拿员工 员工呢被带到了天宫 玉帝很生气 准备治他死罪 可是呢 北斗星军觉得 员工也是一片好心嘛 就给他求情 说干脆这样吧 让员工呢就去这个白云洞看着天书 每年的端午节上天宫来汇报一次 就这样 员工就在云梦山的白云洞里住了下来 这云梦山呀 除了有袁工这位神仙之外呢 还住着三只狐狸 他们那整天躲在暗处 偷窥着袁工的一举一动 有一天飞来了一行天鹅 这个天鹅飞着飞着 噗咚 这天鹅呀下了一个大大的天鹅弹 那袁工一伸手呢 就把这个天鹅弹接了下来 他微微一笑 把天鹅弹放进了炼丹炉当中 说话间端午节就到了 袁工要向天宫去汇报了 他刚一走 那三只狐狸就溜进了白云洞 这个母狐狸说了 啊 听说洞中有好多好多的宝贝 我们快来看一看吧 说话他打开了炼丹炉 从里面取出了三颗仙丹 一人一颗都吃了下去 哎呦 吃完仙丹 这三只狐狐狸可变样了 变成了人的模样 哎 他想起还有一个天鹅弹呢 于是把那个天鹅弹也掏了出来 正在这个时候 洞口升起了彩烟 袁工要回来了 三只狐狸吓坏了 连忙往洞外跑 这个时候呢 那个狐儿子呀 一下撞到了石桌 哎呦 他一拳一拐地 跟着这个狐母和他的这个姐姐 就往外跑 袁工回来一看 这个炼丹炉呢被打开了 里面的仙丹和天鹅弹都不见了 他拿出一个照妖镜 一照 知道是三只狐狸干的 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三只狐狸跑啊 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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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喘吁吁 一下跑到了山腰 坐在那直喘气 这个狐儿子呢就抱怨 哎呦 你看看我多倒霉呀 疼死我了 我的腿也断了 现在我成了一个瘸子了 母狐狸说 哼 没用的东西 顺手拿出了天鹅弹 来 把这个天鹅弹吃了吧 狐儿子拿过来天鹅弹 咔嚓一咬 啊怎么比石头还硬啊 哼 他一生气 把天鹅弹扔进了小溪 天鹅弹顺着溪流飘呀飘 就飘到了一个庙里 第二天早晨 小和尚过来打水 诶 打上水一看 这水上怎么浮着一个天鹅弹呀 正在这个时候 邦邦邦 有人在敲庙门 和尚连忙把天鹅弹放到了袖筒里 去开门 正好是那三只狐狸来了 狐女娇滴滴地说 长老 能否在宝寺休息一下呢 老和尚一和掌 把他们请了进来 刚走两步 就听见传来了婴儿的声音 哗哗哗 母狐狸讥笑着说 哟 这寺庙里怎么还养着小韩呢 小和尚一只老和尚 他呢 老和尚连忙掏出了那个天鹅弹 母狐狸一眼就认出 是白云洞里面的那只天鹅弹 他对这个老和尚说 哎呀 这里面一定是妖孽 趁他还没有出生 我拿去把它给埋了吧 和尚同意了 母狐狸拿着天鹅弹 来到了寺庙外面 他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把天鹅弹埋在了里面 还觉得不放心 又压上了大大的一块石头 心想 这回好了 第二天 有一位老婆婆从这路过 哦 他一看 一块大石头怎么在那 咕隆咕隆咕隆来回乱动啊 吓得他 咕咚一下 摔了个屁堆 这个时候一见 大石头挪开了 一颗蛋 破土而出 蛋壳裂开了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孩 从蛋里蹦了出来 哇 哇 哇 小孩不停地哭 老婆婆一想 哎哟 这孩子肯定是饿了吧 从怀里掏出了一个大饼 那孩子呢 拿过来就吃 吃得特别香 一口气就吃完了 而且呢 蹭蹭蹭一下 就长高了 老婆婆特别地惊讶 只见这个小男孩 给老婆婆 磕了一个头 然后昂首阔步 走向了云梦山 远远地 看见蛋生走过来了 员工 蒙上了脸 走了过去 他对小孩说 你是蛋里面生出来的 就叫蛋生吧 你要去哪呀 蛋生指了指 云梦山上的白云洞 员工摇摇头说 你现在可不能去 要等到端午节这一天 去的时候啊 别忘了戴上一捆纸 把洞里的天书拓下来 转眼端午节到了 蛋生记着老公公的话 背着一捆纸 来到了白云洞 他一张一张地 把墙壁上的天书 拓了下来 然后兴奋地看了起来 可是上面的字 一个都不认识呀 哎呀 白费劲了 蛋生非常沮丧地说 没有白费劲 正在这时候 员工从天上驾云而来 他拿起那捆纸 一挥手 就把它变成了一本书 你看 这一下就认识了吧 员工叮嘱道 从今天开始 你要勤学苦练 学习上面的法术 然后为百姓多做好事 但生认真地记下了员工的话 点了点头 说着就学起了书中的飞行术 他飞着飞着 就来到了一个正在闹蝗灾的村庄 碰巧那三只狐狸也在这儿 飞着飞着 就来到了一个正在闹蝗灾的村庄 碰巧那三只狐狸也在这儿 母狐狸对村民说 闹蝗灾是因为蝗虫大仙在作怪 你们赶快给我送上钱来 我来帮你们消灾解难 村民一听 连忙都把身上的财物交给了母狐狸 这时候 诞生跳了出来 他对村民说 他们是骗子 我信你们看 蝗虫一点都没少啊 三只狐狸一看 被揭穿了 赶紧逃走 村民哀声叹气地说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诞生一拍胸脯说 放心 我来帮助你们 说着他拿出天书念起了咒语 不一会儿就见一大群鸟飞了过来 把那个田里面的蝗虫啊 全都吃干净了 那三只狐狸啊 躲在不远处 偷看着这一切 母狐狸说 啊 这个天书可是宝贝 要是能把它偷过来 我们就能学习上面的法术了 夜深了 诞生 正在草庭里看天书 忽然听见外面喊 救命啊 救命啊 他连忙跑出去看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黑影窜了出来 诞生说 谁 这个黑影 嗖的一下 进了草丛 诞生回到草庭一看 哎呀 糟糕了 天书不见了 原来呀 刚才正是狐女假装喊救命 引出了诞生 母狐狸呢 趁机偷走了天书 这个时候 他们正在躲在一个破草屋里面看呢 那个母狐狸说了 哎呀 这上面有好多的法术啊 什么点石成金啊 一花节目啊 什么什么五雷红顶啊 那狐女呢 特别担心 她说 哦 可是万一 一会儿 那个小孩追过来 可怎么办呢 母狐狸说 没关系 我们先来学两招 等她来了 好对 果然没一会儿 诞生就寻着狐狸的踪迹 找来了 她在外面大喊说 把天书还给我 狐母和狐女 窜上了房顶 他们大声说 啊 没门 然后呢 母狐狸用她刚学到的 五雷轰顶法 哗 把诞生给打晕了 然后 又把她扔到了井里 他们想 嘿嘿 这下 她可完蛋了 可是没想到 吊在井里的诞生 被清凉的井水 这么一击呀 她醒过来了 有了这本天书之后啊 这狐狸三人的胆子 可是越来越大了 他们来到了县城 一进城门 他们就被牙医 给抓了起来 原来呢 在很久以前 三个狐狸卖过假药 那这个县官的老爸 吃了他的假药之后呢 病得更重了 三只狐狸被带到了县衙 他呢 不慌不忙地对县官说 哎呀 现在好了 老太爷的病 我包治包好 县官将信将疑 他带着母狐狸 来到了老太爷的房间 母狐狸用书上学到的法术 开始做法 不一会儿 老太爷就欢蹦乱跳 病好了 县官一看 法术高明啊 于是 连忙央求道 仙姑啊 你能不能 给我建一所大房子 里面呢 有用不完的金银财宝 还有很多很多的 酒肉米粮 母狐狸说 没问题 他开始做法 不一会儿 就见大房子拔地而起 这金银财宝 酒肉米粮 从四面八方向大房子里飞来 话说诞生 为了找三只狐狸 也来到了县城 他看到很多百姓啊 都在那儿哀声叹气 连忙问大家 发生了什么事啊 百姓们说 哎呀 这两天呀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费劲攒的一些 钱财呀 米粮呀 一夜之间 都被大风刮走了 听说这个县官请来了仙姑做法 东西可能都跑到他那儿去了吧 诞生拍了拍胸脯说 放心吧 我可以帮你们 把你们的东西找回来 他喊了一声便 便出了一个大大的聚宝盆 他对着聚宝盆 拍了三下 老板兄们丢的那些东西啊 都源源不断的 从聚宝盆里冒了出来 那与此同时呢 县官可急了 跳着脚的直喊 哎呀 我的宝贝都哪儿去了 怎么新房子里的东西全都不见了 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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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去 把我的那些宝贝都给我找回来 这牙医找来找去 最后找到了诞生和聚宝盆 把他们带了回来 老太爷一听 有聚宝盆 这个我可没见过呀 他趴在聚宝盆 往里一看 一不小心咕咚一下 掉了进去 这下可热闹了 从聚宝盆里拉出一个老太爷 又拉出一个老太爷 满院子站的都是老太爷 县官晕了 这到底哪个是我的亲爸爸呀 但生说 你要是把三只狐狸给我交出来 我找到了天书 那我就告诉你 哪个是你的亲爸爸 这个时候县官结结巴巴地说 可是 可是 这个仙姑啊 已经被拂引大人 送到皇上那儿去了 那三只狐狸啊 此时此刻 正在皇宫里 拜见皇上呢 话说这个皇上呢 也就是一位十一二岁的 很小的小皇上 他问三只狐狸说 听说你们会变戏法 快变出来 我瞧瞧 遵命 母狐狸说着 拔下狐女头上的一根簪子 一晃 变成了一只五彩的凤凰 这只凤凰呢 又变出了很多很多只小鸟 在这皇宫大殿里盘旋着 啊 太棒了 太棒了 有意思 有意思 皇帝高兴地直拍手 那 仙姑 你能不能再变出些 好玩的东西来呢 母狐狸眼珠一转 黑黑笑说 我给皇上变一个 老虎咬人的戏法吧 请皇上到城楼上去观看 皇帝来到了城楼上 母狐狸又开始做法 他手挥来挥去 忽然 几只大老虎出现了 嗷嗷地冲到了街上 对着百姓就开始咬了起来 这个时候呢 诞生也赶到了京城 他见几只老虎在大街上 来回地乱咬人 明白肯定是母狐狸在做法 他连忙来到了皇宫 看到诞生来了 母狐狸惊讶地说 嘿 这小子 怎么 怎么 怎么还没死呀 说着 他召回老虎来咬诞生 诞生一挥手 变出了几只龙 这个时候 天空当中 龙虎开始争斗 母狐狸一看 这老虎打不过龙啊 于是带着他的天叔和虎儿虎女 连忙逃走了 跑啊跑啊跑 跑在半路上 突然一只白手 闪电般地飞过来 蹭了一下 就从他们的手中 抢过了天叔 原来是员公赶来了 员公接着拿出了赵妖镜 三只狐狸 现出了原形 员公把赵妖镜 照着云梦山扔去 啪的一声 云梦山山崩地裂 把三只狐狸 压在了山下 巨响惊动了天上的玉帝 玉帝非常生气 派人来捉拿员公 诞生眼含热泪地对员公说 我不想让他们把您抓走 员公说 诞生啊 我已经将法术传给你了 心愿已了 希望你能够利用 这个天叔上的法术啊 为百姓多做好事 话刚说完 员公就被铁链拉走了 越走越远 升上了天空 最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白点 消失在云层中 好了 我们的故事讲完了 请小朋友们接着收看 英雄初少年下面的节目